气场 不需要听 不需要看 不需要闻 你就能感觉得到 我们感觉别人的气场 其实就跟别人感觉我们的气场一样 是用气场来感觉气场 我们都有一个所谓的社交距离 那这个社交距离差不多就是 手伸出来的这个距离 就如果有个人站的位置 比你手伸出来的这个位置 还要靠近你的话 你就会非常非常感觉到不舒服 所谓的领地意识 其实它就是已经侵犯到你的气场 手伸只是在身上画一个圆 这从前后 整个这像一个蛋形一样 椭圆形一样 裹着我们存在 有一点像地球的大气层 有些人你可能不认识他 然后你第一次见到这个人 然后你就特别喜欢他 或者是特别讨厌他 就是这个感觉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气场 就是也许他的这个磁场的频率勾起了你以往的一些不好的记忆 或者是童年你有些阴影 或者你有一个不喜欢的人 他就是这个频率的 气场有大小化 那有些人的气场非常的足 公司的老板领导人啊 明星啊 他们都是自带很大气场的这种人 站在他们身边你能感觉到他那股气 大部分人的气场都非常的小 大气场的人是会影响小气场的人 举个例子 你想加薪水 你去老板办公室里 想要跟老板讲加薪水这件事 但是当你走到了老板面前 进到他的办公室里 你就害怕了 你就畏惧了 因为他的气场比你的气场大 所以他的这个大气场影响了你 让你不敢说出来 气场有颜色 他的颜色很多研究叫灰光 佛的画像也好 还有早年的耶稣的那些画像也好 他头后面都会有一个光在后面 我们所谓的现在的肉眼 繁胎看不到了而已 什么人可以看到呢 一个是所谓的开了天眼的这种人 再一个就是小朋友 小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 他都可以看到这些东西 我们都知道小孩可以看到 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其中就包括这个灰光 这个气场的颜色 很多小孩画一些爸爸妈妈的画像 他都会把那个人涂成不同的颜色 很多人都会跟孩子说 哎呀爸爸的脸怎么是蓝色的 妈妈的脸为什么是红色的 这个不对的 对孩子一点一滴的这种暗示也好 教育也好 灌输也好 让他渐渐磨灭掉了 他原本可以看到的这种东西 就像我们之前讲噪音 我们觉得我们在一个充满噪音的地方 待时间久了 我们习惯了 感觉听不到了一样 他其实他都在 只是我们以为我们听不到了而已 那气场是为什么存在的 这个不是一个迷信 这是一个科学 物质都是由原子组成的嘛 那原子都是由原子和围绕着 它一直高速运动的电子组成的 那这个运动的电子就产生了这个 所谓的振动嘛 那振动它就是一种频率 我们身体里所有的原子 它的电子的振动 所有的振动组合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物 它都有自己的一个频率 这个频率是时刻会变化的 你的情绪也可以改变它 情绪你可以改变你的体温 生病了你也可以改变你的体温 温度越高嘛 那电子的运动越剧烈嘛 气场应该是在晚上会被修复 嗯 影响的时候应该也可以修复气场 气场其实会影响身体很多的 包括你觉得你的身体不舒服 头痛 或者是说可能 哪个地方稍微这个 今天觉得哪里不顺啊 或者是说 可能觉得今天一出门的感觉 就有点怪怪的啊 或者说 今天平常这辆公司我都改得上 但是今天没改上嘛 就类似像这样子 可能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影响 那就是气场应该涵盖蛮多的吧 因为有的人会说是星象 可能比如说这个星象到了什么时候 会有水星火星又逆星 或者什么明星跟土星又什么合体 什么这一类的 包括我们在学的就是 你碰到你是属 你是属 比如说你是属羊的 然后你碰到可能属属的 或者是说你看到碰到什么属什么的 你可能就是会有产生这种 不是很顺 然后隔阂的地方 我觉得这些可能都其实涵盖在我们所谓的气场里面 然后它可能就会多多少少都会让我们 只要我们心里在作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的气场就在受影响 那我觉得这个影响每一天每一天可能都会不一样 因为你碰到状况不一样 那就会影响到不同的东西 然后它也会混合 可能比如说你今天碰到一个很合适的人 或者你碰到一个很对盘的人 可能你的气场会变得很舒服 很愉悦 跟这个人在一起很开心 那你的气场可能也会改变 也会因为这个人的加入 而让你的气场变得就是整个明亮起来 或者是什么都有可能 然后那也有可能你今天 比如说今天因为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然后被你的主管不开心了 被骂了 跟你的气场就会改变 你那一天的气场都会不同 我觉得这个气场是我们其实是时时刻刻在变的 包括我们就是随着我们心里面的意识 它一直在调整中 像这样气场我觉得会随着就是我们睡觉 就像他说的 你在冥想的时候也会改变 气场当然是可以改变 气场是一直在变化的 周围的一切 包括你自己内在的一切都有影响 包括我们开心的时候 快乐的时候 你的气场是非常强大的 别人能感受到 人跟人在一起也会有气场的叠加 和抵消 电影有点看电影 就是很多人坐在一起 看一个东西 你会一起被别人的这个快乐的情绪 或者悲伤的情绪 他们都会感染 也许你会觉得 这电影并不是很让你很难过或干嘛 但是你周围如果所有人都在哭 你也很想哭 这就跟婴儿 他听到别人的哭声 他也想哭一样 就是本来莫名其妙的一堆孩子 其中有一个孩子哭了 周围的人都开始哭了 这就是情绪的影响 其实孩子会特别敏感 孩子比成年人敏感非常多 我们越大越不会被别人的气场影响到 因为我们的频率就越来越固定 越稳定 成功的人士 他们都是有非常强大的气场 你就 你站在他边上 你都能感觉得到 他走了很久 这个屋子里可能都会有他这个强大的气场在 怎样来增加自己的气场 首先是不要有消极的情绪 就是所有的消极的情绪 都会让你的气场削减掉 包括沮丧啊 愤怒啊 忌妒啊 憎恨啊 这一切不好的词汇 你听见这些词汇 其实你都 你都会感觉到不舒服 就是看一些暴力的东西 颜色也会变 对 看暴力的东西 看血腥的东西 看这些东西 你的气场都会慢慢变小 就是你会慢慢变得胆怯 懦弱 但是当你看了 又为什么我们说要看心灵鸡汤呢 你鸡汤 鸡汤喝多了 你这个气场真的就会变强大起来 就是为什么你一个天天对着镜子 说你可以 你可以做到 就是鼓励式的 你完全可以做这件事 就是每天鼓励自己 你的气场就是会增加 你每天开心 也会增加你的气场 愉快 这些都是增加气场的途径 但是不好的情绪 包括你被别人数落了 被别人批评了 就是很多人 就是我们都能感觉到 那个气场慢慢在缩小 好像我真的不行 我是不是不可以 我是不是真的不可以这样 就是你会越来越 感觉到自己的渺小 这其实是一种 你怎么样转念 就是比如说 有人就会跟你讲说 你不要拿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 多肯定自己 而不是要去 用其他的事情去否定自己 那你在肯定自己的过程当中 你也会看到自己 慢慢的去改变 别人看到那个改变之后 也会对你不一样 你的气场慢慢的 其实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效应出来 所以就是 怎么样让自己 就是越来越光明 然后你的气场越来越亮 她就像他们来越来越了 我也是 感谢观看